主料,牛奶200克,蛋黄两个,淡奶油150克,补量,锅酱150克,准备时间,两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鸡蛋打入碗中,取出蛋黄,放入小奶锅中,打散后,倒进牛奶,搅拌均匀后,放入火上小火开始煮,煮到蛋黄牛奶也明显变得浓稠,关火,放凉后,倒入淡奶油, 搅拌均匀,加入火酱,搅拌均匀,把做好的冰淇淋液放入冰箱中冷藏两小时,倒入事先冷冻好的冰淇淋机中,搅拌30-40分钟,把搅拌好的冰淇淋倒入保鲜盒中,放入冰箱冷冻制衣,用勺子挖出球形即可,烹饪技巧,冰淇淋机器至少事先冷冻8小时以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